美杜莎两次吃醋云云 为何却是紫妍成了受害者 在与萧妍有了夫妻之时候 美杜莎虽然嘴上说着 要砍掉这臭男人的狗头 带回她蛇人族以泄她心头之恨 然而 在与萧妍的相处过程中 她却是情难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当然 作为高贵的女王 美杜莎定然是不会承认的 这种孩儿不放的情绪 让美杜莎每次见到萧妍与其他女子互动 都只能在一旁干吃醋 差点憋出内伤 萧妍第三次上云兰宗时 美杜莎是陪在萧妍身边的 大战最后 如何处理云兰宗成了萧妍的一个难题 萧家的血仇四海 大长老等族人的血不能白流 然而这些仇怨 却是与云兰宗普通弟子无关 云运的存在 更是让萧妍陷入了两难抉择 此时的萧妍刚 遭遇药老被情的变故 星红的双目透着凛冽的杀意 披头散发的模样宛若蜂魔 就在失控状态的夏萧妍 准备荡平整个云兰宗之际 云运挡在了萧妍的身前 她一袭清裙偏弱惊鸿 优雅的气质搭配精致的五官 让云运透着一种无法抗拒的绝代风华 为了挽救宗门弟子的性命 云运美眸闪烁一蟒决绝 她抽出长剑 朝着自己的预警自吻而去 云运这突然间举动 让萧妍吓了一跳 身体的本能 让她伸出手掌 抓向了云运手中长剑 由于事出紧急 萧妍用力很猛 巨大的力量 让长剑在萧妍手掌 划开了一道深邃的口子 五股鲜血 顺着寒芒闪烁的剑锋 一流而下 似乎是害怕云运继续做傻事 阻拦云运自吻的萧妍 并未松弛紧握的手掌 反而是死死抓着 这柄锋利的长剑 一旁的美杜莎 虽然知道云运的存在 在蛇人族部落 她也与云运有过冲突 但是对于萧妍与云运之间瓜葛 她是全然不知的 只是目睹眼前这一幕 打怕是傻子都能知道 萧妍与云运的关系不简单 莫名的美杜莎只觉胸口一痛 一股她从未体会过的情感 与心底滋生 打怕美杜莎心中的高傲 极力抗拒承认这份情感 她那张如染冰霜的翘脸 以及紧锁的戴霉 依旧让她表现得有些不自然 云运这边 见到萧妍手抓利人的举动 心头也是猛的一惊 当下赶忙弃剑 想要上前帮忙 可感受到萧妍眼眸中仇恨 以及散发而出的极致怒 云运一时间不知所措 游运中夹杂着担忧的眸光 望向了眼前少年 萧妍本就怒火中烧 见到云运的举动 更是气不打意出来 你死了 云兰宗所有人一起陪葬 这句话 萧妍几乎是咆哮喊出 原本就感觉莫名烦躁的美杜莎 见到纠缠不清的两人 又听到萧妍的话语 心中那股醋一碗 若烈火烹油 或燃尖引爆开来 无处发泄之下 美杜莎一把将 正在吃瓜的紫妍拉扯过来 对着后者的小脑袋 就是一顿狂容 本来正兴致勃勃看戏的紫妍 被美杜莎强行打断 还被当作了出气工具 一双眉毛瞬间扬起 绝抿着小嘴一阵嘟闹 然而 这还不是美杜莎 唯一一次吃醋云运 在满荒谷域的机缘 中周大大小小的势力 都参与其中 其中也包括了 云运所在的花宗 原本萧妍与云运分属不同势力 两人活动轨迹并没有交集 然而探路的斥候 却是告知了花宗遇险 遭遇到了名为 天明宗势力的偷袭 听到这个消息的萧妍 脸色骤然大变 动手 宰了天明宗 突兀地丢下这样一句话 萧妍便是催动身法斗技 以最快速度赶往了花宗方向 一旁的美杜莎吃惊不小 萧妍这般失态与交集的模样 她极少见到 并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大事 一道红色倩影掠过天空 美杜莎也以最快速度 追随萧妍的方向 刚来到目的地 美杜莎愣住了 她见到了正在激战中的萧妍 以及负伤助力不远处的云运 这一刻 她恍悟了 难怪萧妍整个人都像失了魂一般 火急火燎的感来 原来是为了这个女人 心中的不悠话 做了一道轻哼 从美杜莎鼻尖传出 投射向云运的目光 却是泛着些虚乐意 在萧妍解决完眼前麻烦后 云运想要主动示好 率先与美杜莎打招呼 结果后者 只是淡淡地恩了一声 一副不愿搭理她的姿态 云运也是极骄傲的女人 能够主动化解矛盾 已经是她做出的最大让步 见到美杜莎那淡默的态度 她自是不会再去迎合 双方同时沉默了下来 只是这尴尬的寂静 却是让身处二女身边的萧妍 尴尬的脚趾扣地